11月27日,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吴拉威表示 该国10月份外贸数据已经出炉 根据泰国国家统计机构公布的数据 泰国10月份出口总额为193.735亿美元 同比下降0.67% 10月份进口总额为211.641亿美元 同比下降5.37% 本月度贸易逆差17.706亿美元 统计显示,10月份进口大幅下降 主要是因为钢材、汽车和珠宝等 进口商品的减少 泰国商务部预计 该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1% 明年出口市场会转暖 出口额将增长5%左右